歡迎你們收看過癢評伴的Youtube頻道 我們繼續看看這個月6月份客戶買什麼比較多 我每一部拿出來簡單介紹一下 這部就是OPPO新品牌IQOO 主打高端即旗艦性能 這部機都是吃雞的 有液冷散熱 規格方面都有很多款式 需要你們問我們 又或者你上我們的Blog Signotelecom Hong Kong Blog 即是Google的Blog 上面有我們的銷售 list 上面有很多牌子 每部牌子有不同的型號 都放上去 這是其中一部 現在這部吃雞都是便宜很多 內置小龍855 這部是新款 5月份 5月尾出的 也是OPPO的另一個品牌 走年輕路線 機性價比也很高 這部機有分兩個版本 這部是X版 X版有升降鏡頭 即是伸縮鏡頭 另一部Light版 即是青春版 是水滴屏的 前置是水滴屏 大概是2000元上下 如果X的話 規格會高一點 2000元上下 如果Light版 青春版 千多元就可以入手 顏值也是相當高的 這部 剛才說的這兩部 都在Youtube頻道 我們都有介紹片 你們自己上去看看 我們的Youtube頻道 就是國行電信 這部 現時來說最便宜的 小龍855的旗艦機 就是熊米K20P 這部機 香港代理不會引進 所以你們不需要再等 這個有沒有刊貨 如果你要等行貨 就只有K20 K20有什麼規格 我暫時都不知道 如果你是國內版 規格都比較多 現時 無論你是買國內版 如果你是買國內版的K20 又或者K20 Pro 我們都可以 Fresh做國際版ROM 那就跟香港版沒有什麼分別 如果你是買Pro版的話 香港沒有的 只有國際海外才有的 我們同樣都是可以幫你Fresh做國際版的 這部已經是Fresh做國際版的 Global Edition Youtube頻道也是有介紹片的 這個就是小米狗 拍照相當之厲害 現在這部是透明版 透明版 現時來說 有三個版本 8加128 和8加256 還有一部專響版 12GB加256 無論你是小米狗的 國內版 什麼版都好 什麼RAM 幾多Git ROM都好 都可以Fresh做國際版 即是國際版 現在這部 都是幫客人Fresh做國際版 這部就是去年的旗艦 Lenovo第一部推蓋機 Lenovo Z5 Pro GT版 當年 是去年 即是去年 是不是去年 還是去年 年初 好像是今年 過年 過年那段時間 推出的 對 2019年初 這部機 反應都相當高 現時價錢都是跌了很多 這部是845的 這部是855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這部是855的 如果你不肯定的話 你自己先搜尋資料 我應該是沒有記錯的 再之後就是這個Rumpus 7系列 這部我都說了很多次 這部機真的相當值得玩 比起廣行 最少便宜一千元 便宜一千元 無論你是普通版 都是十分值得玩 如果你買過國內版 之後FreshRound的廣網 是相當值得玩的 這部也是 這個月熱買 6月份 這部也是 3部 4部 5部 沒有了 就是這幾部 這個1加7是熱賣的 因為價錢真的便宜太多了 之後這幾部 剛才有說過 這裡這麼多機 我們全部都有送一張鋼化玻璃貼 然後在保養方面 我們也有免費一年代送國內 做一個原廠維修保養的 也是很多客人支持我們 多謝你支持 十分感激 大家如果要訂購的話 我們的WhatsApp號號是97964328 多謝收看 再見